六州选举当中到底谁会继续担任 周大臣或者是首席部长 那么这个其实很重要 因为选民会根据 如果病人继续由朝官有来领导的话 那么我放心 那么他会因为朝官有而把票投给了团结政府 那么同样的在这个一党的情况之下 只要一党一发动的话 那么一党的党员就跟随领导的步伐 去支持国盟其他的候选人 比如说很需要马来票的民政党 那么现在我看到的六个州当中 可能会出现换周五大臣的是灯加楼 可能我猜测 可能换的会是灯加楼 那么其他在 比如说在中马或者是在东海岸的 这些周五大臣会换吗 吉达不会换 还是撒路西 因为撒路西是非常受欢迎 他用很套地的巴萨的这个slang 巴萨的这个语气来跟他的选民沟通 所以选民是很乐得其中 同时选民也会觉得 哇你用北马腔的这个马来话 来跟我讲话 跟我聊天 很有那一种关系 马上就建立起来了 所以这点蛮重要的 撒路西的特殊草根文化 大受欢迎 OK这是Ken问 对撒路西是非常受欢迎的 他现在不仅仅在吉达受欢迎 那么其他州属办演讲的时候 都邀请撒路西 因为他知道撒路西有票房保证 那么撒路西的情况 他那种演讲方式是很接地气的 就有一点像Superman这样了 OK可以用这个比喻来形容 但不是100%的正确 他比Superman更加的soft一点点 OK因为Superman一来就是PKHKC OK那么 这个撒路西呢 就没有说出过 但是他有报过一次出 OK有报过一次出 我觉得这个我在电台就不方便 讲那个词出来 但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show呢 我觉得可以了 就是他的大意呢 就是说伊朗执政下的这个州属 没有强迫华人改信伊斯兰 OK没有说强制你 一定要改变你的宗教 但是改变宗教 如果信奉伊斯兰的话呢 那么就要进行各礼的这个程序 OK各礼的这个程序 那么各礼的话呢 在马来文他有一个专用的名词 叫做Sunat OKSunat 但是 但是 这一号人物 Sunat 这一号人物 他在讲的时候呢 他就没有用说到这个词 他可能要让华语明白吧 但是现场看到的这个 会出席国盟讲座的时候 华人是很少的 他讲 你跟他 我自动笑 你看我的嘴巴就知道我要讲什么 哇 他讲了这番话之后呢 那个镜头就转向台前的那些领袖 那么其中有背道 就是台上的人都捧腹大笑 哈哈哈哈 一直在那边笑 包括 刘华财 OK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视频出来 OK 哇 真的是厉害 真的是厉害 感谢观看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视频 感谢观看 大家可以去找这个视频